超強冷氣刺眼白光加上整齊課桌椅 是不少人腦中對補習班的印象 近幾年沒受少子化影響 補習班越開越多 甚至直接超出超商數量 走在路上隨處可見補習班招牌 108課綱上路後 原本預期是要讓學生學習更多面向 不過注重升學的文理補習班 近5年卻增加將近1000件 反而是記憶類和外語類補習班數量減少 根據教育部統計 相較於108課綱上路前 主要輔導升學 教國音數理的文理補習班 增加了966家 外語補習班和補繪畫電腦 這類記憶補習班卻減少 全台補習班總數比超商多出4000多家 其中又有超過6成主要招收小學生 背後原因引發關注 以課綱來講的話 它變更火沒有關係 難在難在說 這個題目它的文字敘述變得更火化 我們說的素養融入科技史詩 學生他反應不過 教科書更多元 難度加深加廣 連讀懂題目都要多花時間 造成家長對考試內容摸不著頭緒 相對不敢讓小孩把時間花在 學習其他才藝 現在的小孩子他生得少 所以你會發現有生的家長 他特別願意花更多的經費 再投注在小孩身上 我們有另外給他加強數學 然後英文是必備了 他們一些內容其實都 好像是以前我們國中學的東西 我們會覺得說這怎麼簡單 可是對他來說 他可能根本就聽不懂 他才一年期 一年期就壓力很大是不是 我覺得是這樣的 108課綱本意 是要讓學生更能活用所學 反讓文理補習班數量增加 專家也點出 升學制度是否應該再檢討 不要讓學生和家長 毀了應付考試 成為無情補習機器 壓力不減反增 東訊宣傳 如記者 林好榮總和報導